現在民眾呢 嚴謹期盼的就是疫苗趕快的抵台 有許多的民間團體 很多的企業 也表達了願意協助向國際接價來捐贈疫苗 接下來我們要視訊的是台大教授 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 老師好 你好 大家網路上的朋友大家好 是 老師是不是呢 現在已經取得了千萬劑疫苗要捐贈了 而且您是不是已到了衛福部遞交申請書 可不可以請校長來告訴我們 目前呢 您的實際進度如何 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 或者是遇到一些狀況 好的 我在昨天早上11點鐘的時候 我親自到衛福部遞交了我們申請的一個公文 那現在在於說 關鍵概義說 衛福部它到底要採取什麼樣的立場 那我也跟各位報告一下 其實藥品的進口跟這個社會的捐贈 其實它是不同的一個概念 那政府現在所公布的八項的規定 基本上是針對藥商的 所以說要提出了 比如說你必須提出你的冷鏈 跟冷凍的一些設備 或者你必須提出一些整個的一個計畫書 可是對我們來講 基本上我們已經取得了 500萬劑的BNT的疫苗 還有500萬劑的國藥的疫苗 那我們認為說只要政府呢 如果你有原則性的接受 當然我們會提出原廠的證明書 只要政府原來接受的話呢 那我們就會安排 我想我們的這些捐助的朋友 會安排飛機空運到台灣來 到台灣來以後呢 整個這個疫苗就完全用政府去接受 所以對我們捐贈者來方面來講 他其實沒有所謂的冷凍 跟冷鏈的這些問題 因為在台灣所有的處理 其實政府他已經全權要負責 因為我們的中央政府講過了 所有社會來的捐贈 跟地方的取得的疫苗 全部交由中央的衛福部 來統一做安排 所以這本能一個非常單純的事情 那我們已經準備好 就是將來會提出 這是一個原廠證明 這當然不是一個假貨 而且所有的運輸的成本 都是捐贈者願意自己的負責 所以對政府來講 其實只要做一個原則性的指示 說我們接受 願意 非常樂意的接受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盡快安排整個空運 的事情 那在這個過程中 空運這段期間的時候 我們也會把 所有的相關的 必要的一些法律方面的文件 送給政府 那我想這也是政府 其實有相關的規定了 就是現在這種緊急的事情 其實有緊急的事情處理的方法 我們現在所在乎的 其實是疫苗多少對台灣才夠 而不是在乎的是說 用什麼樣的行政程序 讓這個疫苗 能夠增加他的來台灣的困難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救命啊 跟救火是一樣的 我真的希望中央政府 能夠高台貴手 不要視人民生命如草芥 真的是愛民如己 我覺得這樣子做的話 我們要的就是一個原則性 到底要不要接受嗎 所以今天我等一下會再發一個聲明 我也希望今天下午兩點鐘 陳時中的記者會的時候 能夠給我們一個正面的回答 因為作業都是需要時間的 如果今天我按照中央政府的做法 我先準備一些文件 我坦率來講 我可能先要去找一個藥商 那藥商先要花一兩百萬 那藥商呢 可以幫你寫一個很漂亮的申請書 然後可能要花個五到七天的時間 然後再送給政府申請 政府在審核一個七天 十天 然後再發揮 你說再重新再寫 我請問一下 這樣子一個月是不是就耽擱過去了 所以我在昨天給衛福部的公文裡面 我特別要求 衛福部可不可以給我一個輔導小組 你們給我一個窗口 派一個人給我 告訴我說 要怎麼樣的申請 需要的表格我全部填 但是我剛剛也提到了 請大家能夠了解 這是一個捐贈 這不是一個藥商 到台灣來買賣的問題 我相信我們都有捐贈的這個經驗 捐贈其實非常簡單 我們把東西送到對方的家裡面 或者對方的公司 對我們來講 就完成的捐贈這個程序 當然因為醫療事情非常重要 我們會證明這是一個原廠的文件 而且我們在運輸過程中的時候 我們不會讓他失去他的效力 一定會維持必要的一些冷凍 跟冷鏈一些安全的措施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其實到了最後 我希望我們大家討論的 不是一個行政方面 如何刁籃的問題 而是一個在政治上 我們要不要做出快速的一個決定 到底台灣現在的社會 需不需要一些疫苗 是不是對台灣老百姓來講 只要是國際合格的疫苗 當然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來到台灣以後 老百姓可以針對他個人的身體狀況 個人的喜傲 去打不同的疫苗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負責人的政府 應該做的一些事情 校長其實這個行政院長 這個蘇貞昌他有提到說 在昨天已經有成立了一個新的 就是統一的窗口 那麼希望能夠提供這些想要 捐贈疫苗的業者也好 或是非營地組織也好 一個方式 但我不曉得說校長您在 遞健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另外的額外還 遇到一些困難 或者是政府已經有答應你說 會協助你特別的輔導呢 我跟您報告一下 就昨天我在11點鐘 已經提出了申請 而且我是親自到衛服部去 交給工作人員 他們也蓋了一個收件章 但是很可惜的 昨天陳時中在記者會的時候 他說還沒有申請 還沒有收到任何單位的申請 那我想他們是內部的公文印出 出了一些問題 那我覺得站在我們政府 老百姓的為老百姓服務立場 我已經在公文裡面提出了要求 非常具體的要求 因為各位都知道 我們並不是所謂的醫療界的人 我們只是扮演這個社會上的 一些中介的角色 有一大群我們的台商 還有一些大陸的朋友 他們要基於這個汶川大地震 台灣老百姓對於大陸的這個幫忙 他們希望這個關鍵時候 也可以回饋一些他們一些心意 所以對我們這邊來講 就是說 我們已經希望 政府盡快的給我一個窗口 我昨天在公文裡面講到了 希望盡快的有一個人跟我聯絡 而把我們的聯絡電話 都留給了衛福部 那到現在為止 衛福部並沒有主動跟我們聯繫 所以我剛剛才跟大家講 等一下的時候 我會再發一個聲明 這個聲明非常具體的要求 衛福部盡快跟我們聯絡 然後告訴我們需要什麼 但是我也會告訴他說 這個請不要幫我們當成藥商 各位請不要幫我們當成藥商 我們不是從國外買藥進來 在台灣賣的 我們今天就是接受大家的捐贈 能夠儘快的交到我們政府的手上 這其實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簡單的事情 希望政府不要用行政的手續 把它連當下來 我們都知道每拖一天 都是一些生命 一些安危都受到一些影響 希望這個政府真的能夠礙迷如己 不要視人民為草芥 所以說我在這邊懇切的呼籲 政府儘快的跟我們聯絡 然後告訴我們到底原則性接不接受 因為我們的接受一定假設一個前提 這完全都是國際合格的疫苗 而且經過世界衛生組織核可的疫苗 如果沒有經過衛生組織核可的疫苗 我們也不會接受捐贈的 既然這核可的 核可的國際衛生疫苗的話 那政府的話就不要用所謂的政治理由 而或者用一些 冗藏的行政程序來干預它 而真正站在老百姓立場 用醫療的需要 我們來進口 我想這是一個作為現代的一個人 而且是一個 善良的百姓善良的社會 他必須要做的一些事情 今天非常謝謝張校長 接受我們的視訊訪問 今天的視訊訪問 提供拜託 詞在公開 並訂閱 感谢观看